嗨 大家好 我是Yuki 我又来录淘宝开箱了 还是老规矩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 弹幕 评论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拆快递吧 我们来拆第一个 这是什么呀 NOV 什么 新的造型 哦 这是那个卷发棒吧 应该是我买的 这个包装还挺好看的 粉色的 大家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挺好看的 这个颜值好高 好好看 好漂亮 是这种粉色的 然后上面是这种哑光的 打开一下 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就比较窄 比我之前的卷发棒要窄一些 我之前买的蛋卷棒 我觉得太大了 然后我现在头发又比较的短 那个就太大 用起来不方便 所以我又重新买了一个 它这个比较小 就是用起来应该就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这个比较轻 没有之前那个那么笨重 这里面送了有什么呀 然后这个袋子好好看 是这种绒布袋子 可以收纳这个卷发棒的 然后还送了一个手套 还有两个就是这样的发卡 哎 不错 回头我试一下 我觉得应该会比我之前买的那个 就是会稍微好用一点 至少没有那么重 之前那个用起来太累了 这是什么呀 一双鞋吧 我买的一双凉鞋 我看一下 这是我今年夏天 就是买的第一双凉鞋 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两双鞋 这两只鞋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一个是这种珍珠的 一个是这种就是菠萝的 把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种夹角的凉鞋 它其实跟拖鞋似的 就是比较简单那种 就我这种懒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就是比较简单的鞋子 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好看 还蛮精致 就搭配很多裙子 我觉得应该很好看的 就有小裙子之类的 摸一下看这个料子 挺软的 然后也还行吧 这个底子也还行 就这种牛筋底的 应该比较精穿那种 嗯 我给我试一下吧 这个是我买的一套睡衣 我之前在他们家买过一套睡衣 去年的时候买的 买一套粉色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又重新又买了一套 这个是送的什么 发带吧 这个应该是一个洗脸用的发带 然后这次买的是这个黄色的 我觉得好可爱啊 上面有好多好看的图案 挺可爱的 然后摸起来还可以 挺舒服的 再看一下裤子 裤子就是这种破腿裤 我觉得穿起来很方便 然后这个比较宽松 就睡觉的时候 或者说白天穿都很舒服 还可以 裤子好像我觉得 裤子比衣服稍微舒服一点 裤子更加软一点 嗯 可以 这个不错 再来拆下一个 刀呢 这 这是什么呀 送了一个小娃娃 送了一个像这样子的小娃娃 挺可爱的 这个是Little Joyce 就是他们品牌方寄给我的一个 就是首饰 这是一个包装袋 然后这个是包装盒 就包装盒长得还挺好看的 比较简单大方这种 看一下里面 是这样的 我把这个项链拿出来 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是项链 哇 这个还蛮精致的 挺好看的 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造型还挺好看的 它叫六芒心 然后他们家是那种 原创设计师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款式 都还挺特别的 然后它旁边 我看了一下 都是钻 这种旁边就是一圈的这种钻 还蛮闪的 挺好看的 而且这种就是蓝色和黄色的 一个配色吧 我觉得蛮高级的 就还挺特别的一个 就是小项链 我今天这个衣服 是不是还挺搭的 我把这个取下来试一下 我现在这样戴上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和我今天 这件衣服挺搭的 然后平时像我们穿一些 白色衬衫 一些纯色系的连衣裙什么的 搭配一个像这样子的小项链 我觉得很合适 就会给整体的一个look 是非常加分的 而且他们家这个项链的话 是925银的 如果说皮肤比较敏感的话 也可以戴 而且我觉得像他们家 有一个比较好的包装什么的 送人我觉得也挺合适的 来拆下一个吧 这是什么呀 红色的小箱子 丽阳 哦 这个是我买的口红 这个我很期待 诶 这个口红超级便宜 我买了4支 买了这4支 我觉得超级好看 你看它的包装就很好看 就这种大理石纹的 我对大理石纹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而且我看一下太便宜了 我买的是20多块钱 然后它是买一送一 然后里面有两支 哇 太便宜了 10块钱 差不多10块钱一支吧 我觉得太便宜了 我买的是17号红豆沙 还有13牛雪 18奶油杏 还有8号枫叶红 先从8号拆起吧 这个包装真的太好看了 完全不敢相信 它是10块钱一支的口红 四搜五入等于不要钱了 我的天 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包装真的很好看的 我觉得和之前那个Holo Life的 也差不多 也是这种包装 但是那个Holo Life的 要20多30块钱一支 没有这么便宜 打开看一下 蜂叶红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种类似于焦糖色吧 我来试一下颜色 哇 居然很丝滑 有点奶油的那种感觉 奶油说你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蜂叶红呢 就是那种比较显牙白 显得皮肤很白的颜色 我觉得蜂叶红应该是 黄皮最爱的颜色了 我再来试一下 这个是17号色 17号色叫红豆沙 应该是一个豆沙色吧 对 它就是一个很正的豆沙色 这个抹上看看 哇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颜色 超级温柔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很日常 就是这一个颜色 这一个 哎 好看的 这个红豆沙 这个颜色我没有家里 我家里有豆沙色 但是比这个浅一些 这个要深一点 它这个有点带那种 霉紫色的那种色调在里面 很特别的一个颜色 它这个抹在嘴上 感觉应该还不错 反正我抹在手上 我觉得很滋润 本来我觉得10块钱 一只的口红 我就买回来玩啊 也不会觉得就是很失望什么的 这是一只13号色牛血色 哇 这个牛血色就很正的 这个颜色很深的那种 哇 确实是很深的那种颜色 这个就比较有气场 很气质的那种颜色 好看 这个也好看的 它每一只都很滋润 再还有最后一只叫奶油杏 奶油杏好像是一个 他们家新出的色号吧 哎呦 就是比较特别的那种 奶油杏这个颜色 我还真的没有 比较浅的 这个口红 我觉得我真的可以给它打满分 就算我没有上准 我也可以给它打满分 哇塞 颜值太高 然后那么便宜 还那么滋润 天哪 哎 这个有点 我觉得和枫叶红的膏体差不多 也是这种颜色 这样是不是有色差 拿远一点 这样子的 我再手上试色看一下 哦 不是 它跟那个枫叶红的区别是很大的 你们看一下 上面中间这个是枫叶红 然后下面这个是 奶油杏 这个就是橘调会多一点 然后比较浅的那种 这个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平时如果是比较淡的那种妆容的话 或者是日系妆容的话 我觉得这种颜色应该挺好看的 我家里真的没有这种颜色 我挑的这四个颜色 我觉得真的都挺好看的 然后也比较日常 黄皮也可以轻松的驾驭 然后差不多就一只口红10块钱左右吧 我觉得真的是我买过最便宜 然后性价比最高的口红了 一定要入 这个真的太划算了 它里面也是有一层的 就是有内衬的 是这样的 里面内衬是这样子 也是很凉快的这种 难怪摸着这么舒服 里面面料也很凉快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没有什么特点 就很宽松的一条裙子 回头我试一下看好不好 我看 哎呦 嗯 接下来 这又是一条裙子吧 哎呦 嗯 嗯 嗯 下一期应该就是一个裙子合集了 因为我买了挺多裙子的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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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条哦 爱心脸一群 是长这样子的一个V领的 然后它是一个这样的大大的袖子 也不是说大大袖子 合一边袖这个样子 然后V领呢 它腰部是松紧的 对 它是一个松紧的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中长派的裙子吧 哎 我觉得这个裙子好淑女啊 好甜美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以偶尔装一装 甜美的那种美少女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这个上面都是爱心的那种形状 料子是这种雪纺的吧 挺舒服的 这个也挺凉快的 夏天的裙子 我只想用梁子来形容 就是一定要凉快 要穿身上很热也很难受 是不是 哎呦 天呦 这啥呢呀 哦 是化妆刷吧 这是一个刷筒 我把它看一下 一个透明的刷筒 然后我买的是一套刷子 买了一套这样的刷子 它里面的颜色都是这种棕色的 咦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有14版刷子吧 我记得 对14版 然后我一个一个看 还有一天 已经倒出来了 就长这样的 我这样拿着 你们能看得清楚吗 拿一把最大的吧 这样拆拆看一下 它是长这样子的 我觉得质感挺好的 这个刷子 我就是看中它这个木头的颜色 就显得很高级啊 这个毛我看一下 挺软的 毛好软哦 我觉得比我之前那套刷子 好像要更软一些 很舒服 这个毛 它一共有14版 然后大的小的 各种 反正各种刷子都有 蛮齐全的 我回头试一下 看好不好用 这是啥呢 我记得也不贵 我买了这套刷子 好像100块钱左右 这个我买了各种小卡子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那种彩色的小卡子 今年不是很流行 那种炫雅风吗 然后这也是彩色的小卡子 然后这也是包装合适的 一个小卡子 里面有很多各种白色的 其实上次我也买了 但是上次这个颜色 我觉得不够多 它有好多重复的 然后这个卡子好好看 挺精致的 是这样的 就那种边夹 诶 这样子 你们能看到吗 这种边夹 就是比如说卡的这一块 像我 现在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如果说我把头发 卷一下的话 我觉得用这种小卡子 还挺好看的 最近就是想卷头的话嘛 但是我用我之前 那个卷的包 就是怎么卷都卷不好 所以我就又新买了一个 我回头试一下 我新买的这个 看好不好用 我觉得手机壳 这个好看诶 我很长时间没买手机壳了 我记得我现在用的手机壳 还是去年双11买的吧 挺长时间没有买新的了 这个好看 我最近很喜欢绿色 绿色的单品 我真的买了不少 超级好看 对 给你们看一下 我手上这个戒指 是不是也很好看 也是这种花花的 这个是叫 我不知道是什么动漫人物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 绿色的 又是一条裙子 花裙子 我真的挺喜欢买那种 就花花的裙子的 夏天就很多这种款式的裙子 这个就很花 有没有 这种花裙子 穿起来我就是花姑娘 好看诶 这个好看 它花朵的颜色非常的多 然后就比较五彩缤纷的那种感觉 然后上面有这种 就是小 这个也不是蕾丝 像花边吧 应该是这么形容吧 挺好看的 这个好看 我买的 我记得他们家还有一个 就是雪坊的 就是这种半身 就是一个上衣 然后我买的是裙子 是比较长的这种 基本上我估计得到 我的小腿这个样子 挺好看的 这个面料真的好舒服啊 好舒服 还不错 这个 是什么 蕾丝袋 我没有买蕾丝啊 这个是草帽 难怪它写蕾丝袋 我拆坏地真的无比讨厌这种袋子 太吵了 我天 是这样子的 我买了一个草帽 它就下面有这个小细袋 所以它写了蕾丝袋 难怪呢 这个我觉得要好好调整一下 拿到手戴起来 肯定不太好看 我现在没有镜子 我不知道怎么调 好 我就随便这样 随便这样戴一下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 会不会像那种 就是要去干门活啊 我觉得会不会 会不会有点这种急事感啊 但是我觉得好好的 就是打扮一下的话 应该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没有调节好 它这个地方呢 可以随便这样子 就是自己怎么扭都可以的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 反正我看模特戴也很好看的 嗯 这样子 然后这里寄个蝴蝶结 然后这样拍照应该还不错 回头我再试一下吧 我现在肯定没有调节好 戴起来肯定特别脆 哎呦 哎呦 这个好重啊 我的包呢 在这 哦 这是一个包 这个是我去年在他们家买过两个包 然后我觉得质量还不错 看他们家上新的 有个包挺好看的 哎呦 他们家就盒子挺好看的 都是这样子 在他们家买的包 那个盒子我都收起来 做一些收纳的 买了一个白色的包 我今天夏天好像买了一个两个三个 我记不清了 反正我买好几个白色的包 因为我觉得夏天就是白色包挺好搭配的嘛 它这里有一个小圈圈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白色包 我觉得哎 质感还不错 然后上面这个木头的也还可以 它上面是木质的 就这样拎着 应该可以斜跨吧 我记得它有链子的 不是有链子 是有那种就是袋子 对 它里面有一个袋子也可以就是斜跨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这样单拎着会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搭配很多衣服应该都可以的 这个挺百搭的 挺好看的 这个造型 我记得好像60多块钱吧 质量蛮好的 还剩最后两个 这是什么呀 好可爱的衣服 我记得前两天是不是那个不对 前一个星期淘宝做的那个活动 两百捡十块 然后我又买了超多的衣服 还好都没有到 哎 这件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我之前就加够了 但是犹豫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这么可爱的衣服 我是不hold不住 哎 这是后面 对 这才是前面是这样的 前面就是一个细带嘛 就是这样细带 然后上面都是这种爱心的 爱心的 然后中间这种收紧的 哎 我觉得很好 这种衣服该很显胸才对 哎 显胸也得有胸才行 嗯 好看 这个我觉得很可爱 哎 很可爱 料子也挺舒服 哎 最后一个 啊 我蛮猜哦 这是什么 这是一件 哦 我买的那个就是 这个叫怎么说呢 罩衫 反正就这么说吧 就上次我买的那个 就是紫色连衣裙嘛 我配了一个就是米白色 杏色的一个罩衫 我觉得其实不是特别合适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紫色的 这怎么还有条红线 哦 多余的 就买了一个紫色的罩衫 我觉得搭配同色系的 会更加的好看一点 然后这个也是软软的那种材质 和我家里那个 我觉得材质是差不多的 前短后长 对 前短后长这样子的 然后都是这种镂空的 而且这个紫色我觉得很漂亮 很淡的这种紫色 好看 好看 今天的开箱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摄影的话 一定要记得点关注哦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见咯 拜拜